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子可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故土赋予我们香音 生活教会我们歌唱 来自家乡的民间小调 总令我们想起故乡 近日 音乐人苏杨 联合八位音乐人 从山西河南的童谣 到宁夏甘肃青海的花儿 山东 陕北 内蒙古的民歌中 获取创作灵感 对故乡那些古老的歌谣 进行改编重构 推出音乐合集九曲 音乐合集九曲是由苏杨 张权 胡歌吉乐图 张琴浅 欧家园 马飞 严泽欢 王应天 刘东明九位 来自黄河流域九首区的音乐人 以黄河为主题 用音乐寻找自我与黄河故土的连接 谱写的九首流沙之歌 喝下这滚烫的烈酒 尝过黑夜 喝水没有 我们都知道黄河 我是在宁夏长大的 那么黄河实际上 它留过九个省 它在每个省 它都有这个黄河沿岸 这片土地上 都有它的旧友的一些民歌 或者童谣 在我们的五十年代之前 或者说在七八十年代吧 其实上 每个地方还都是靠方言来说 来沟通的 现在呢 时代已经变了 我就想呢 曾经存在过的这些民间音乐呢 在今天 在我们这一代 或者更年轻的这一代 创作者身上呢 它还有多少痕迹 或者说它在起的怎样的作用 黄河本身也有九曲 正好呢 我就邀请了九个现代歌手 来各自演唱它生命中 它成长历程当中的 经历里面的 这些地方上的 给它留下印象的 或者说留下记忆的 这种民间的声音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 2020年7月15号 九曲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线 并在当月 网易云音乐应地原创音乐榜 排名第三 我觉得九曲是在音乐上 把传统然后往当下带 推动它生长 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非常罕见的 或者非常难得的一张专辑 它提供了 我们当下怎么面对传统 怎么面对自己的过往 怎么面对母语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九曲是苏杨发起的 黄河金流艺术计划的新创作 2003年 苏杨沿着黄河边 去西海固 甘肃 陕西陕北 各地采集民间音乐 并在之后的创作中 将花儿 琴香等传统音乐形式 与西方现代音乐嫁接 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音乐舞会 2016年 黄河金流计划启动 苏杨以以黄河为母体的 中华文化的保留 发展与传播为目标 利用音乐 绘画 影像 新媒体多种艺术形式 进行表达 在全球话语境下 寻找现代人背后的 民间文化基因 2019年 音乐纪录片《大合唱》上映 影片通过苏杨和黄河 刘裕民间艺人的故事 聚焦三贤 皮影 琴香和花儿等古老艺术 在今天的文化传承 历经了多媒体呈现 电影记录的时期 黄河金流这一次的主题 是音乐和歌唱 九位音乐人 从家乡的民歌 同瞄中获取创作灵感 从当下生活 和各自的生命体验出发 回望故乡 回望传统 光明这首歌是 从小 我的父母在节日的时候 他们给他们的父母敬酒的时候 唱的一首歌 保家我妹妹生了一个胖小子 然后有一天早上 我妈妈抱着孙子 然后在客厅散步 然后我在旁边就唱 唱着这个歌 这个三代人的关系在那个里面 真的我觉得就生命啊 家庭啊 人类就是一直是这样 用爱支撑着这个到现在 我们家住在格尔潮鲁苏木 和苏格尔潮的一个村子里面 在草原上长大的孩子 这些音乐 我们不用去刻意去学 因为在日常的劳动和生活当中 大人们挤着牛奶在唱歌 放着羊在唱歌 干着活在唱歌 捡着牛粪在唱歌 所以你跟在他们旁边 你都会了 再加上我爸爸是 科尔庆地区的 乌立格尔的这个传承人 我小的时候也和他学习过 这首歌里开头用了一句戏曲的唱法 河南的很多地方戏曲 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句叠着一句 然后会一直会这样 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 有很多的那种剧团 河南戏曲很流行 旋律在我看着就很会写 而且是这种幽默 它不是耍拼嘴的那种幽默 它真的是从田间劳作里 提炼出来的这种精神 从苦难的生活里 提炼出来的一种精神 大低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 整首歌的歌词内容 也都是讲背景离乡之后 我的心境 我是可以避免说我是河南人 但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注射器一样 它曾经注射到你的血液里 你的基因里 对音乐一样 就像我听到的戏曲 我很长时间我也觉得它土 我就不听了 当我再次无意中听到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原来这么好听 这么厉害 因为它的编排 这么高级 就它高级到你不是在这个土地上成长的人 你都编不成这样 你都写不成这样 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一个概念叫土地与歌 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有一方的歌 第一个就是语言 方言 语言其实就是这个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 其实王英天那首歌 虽然他唱的时候呢 也听不出来是河南话 但实际上那个旋律边边边花蓝 这个它就是一个河南 河南方言的一个节奏跟旋律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性格和表达方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 虽然他会用习惯于 那么有力量感的东西来创作 中国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 造就了民歌文化的多样性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加上娱乐方式的日益多元化 民歌逐渐失去了 滥以生存的土壤 现状堪忧 近些年 为了挖掘传统民歌艺术价值 保护和传承民歌文化 很多民歌被列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路 并进入大众媒体 走进百姓生活 如《清歌赛》 增设《原生太祖》 中国民歌大会等电视节目热播 如何更好地传承民歌文化 也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九曲合集 就是民族民间音乐 与现代音乐相融合的 一次探索和尝试 我觉得他们创作出的这些歌曲 本身就是对这个文化基因的 一个再造和传承 因为其实我们历史上 所有的民间艺术 它都是变化而来的 它都是一代一代 向它注入了新的生命 和新的可能性 它才走到了今天 创造本身就是一种 最好的传承之一 黄河之水天上来 美妙歌声心中发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黄河流域 哺育了丰厚的民间文化 九曲以音乐人群体创作的方式 聆听土地与歌 在各自身上的回声 呈现出民间音乐 在当下继续生长的多元可能性 也希望能够唤起更多人 对故乡的眷恋 对民间艺术的热爱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您不仅有机会 可以迎取演出门票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线下活动 有机会与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